大家好 疫情分流 环保站首次承担 新雅奖助學金的頒獎活動 流程處處用心 在环保站 所以志工在活動裡面 就帶動了環保的概念 希望能夠讓參加的人 能夠親近在源頭 想要身心親近 可以從飲食開始 曾經大魚大肉的游秀容 發言要把素食的美味 推廣出去 我來做相機 我一定要煮最健康的 最健康的食物 讓我們的孫子仔吃 我也參加我們的靜善新生活 知道說要吃我們的五行的蔬菜 靜善新生活這套課程 推動全植物飲食 均衡攝取五蔬果 不少人落實後 身體有明顯改變 每年去掃超音波的時候 醫生說有脂肪肝脂肪肝 我說我吃素了 怎麼還會一直有脂肪肝呢 真的到今年9月份 我靜善食大概三個月之後 再去做檢查 他就沒有了 以前我在公司在推述的時候 我同事直接把耳朵關起來 我現在把這個餐盤 我把這個食器分享出來 他們竟然會跟我講說 你吃這個是什麼啊 我們也想吃 這套理念源自中醫師洪有氏 把當年在德國禁修時所學 帶回台灣 上人早期說過這個蔬食八分堡 兩分助人好 然後就連結到德國這一套系統 一百年的歷史 那他們是怎麼樣 讓病人逆轉慢性疾病 裡面的醫生都是西醫師 可是做的都是傳統的中醫療法 搭配食材 裡頭講了很多皇帝內經的觀點 我們現在在這裡很講究 假假假 放眼天下 天下是多少多少人在苦苦苦啊 所以我們要做好 推動蔬食之餘 更要懂得洗服造服 帶動善的循環 戴新聞高齡燈音中 李明華桃園報導 李明華桃園報導